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文课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廖丹 最近我看到有位朋友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 他问,老师,你可以分析一下 虽然,尽管,即使,就算,这四个词吗? 我非常理解这四个词的意思比较接近 很容易混淆 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当你要区分这四个词的区别的时候 千万不要同时学习 如果你想学习尽管 那么你首先要掌握虽然 如果你想掌握即使 你要首先学会就算这个词 在今天的视频里 我们将帮大家分析 尽管和虽然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使用呢? 当我们对比这两个词的时候 请大家从四个方面来对比 第一,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吗? 第二,这两个词的语气程度是一样的吗? 有没有强调或者突出什么? 第三,这两个词 在句子中所使用的结构是一样的吗? 第四个 这两个词使用的频率或者场合是一样的吗? 什么叫频率? 频率高就是表示人们经常使用 就叫做使用的频率很高 如果人们很少使用 说明它是一个不常用的词 它使用的频率很低 情景 是口语的情景呢? 还是一个正式的场景?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如我有一位朋友 我非常钦佩他 什么意思? 就是我很佩服他 我很喜欢他 我很欣赏他 我为什么钦佩他呢? 虽然他不富裕 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虽然他不富裕 就是指虽然他没有多少钱 他不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人们都向往快乐 但是快乐又是极难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呢? 也许是我们给快乐 添加了太多的附加条件 比如 如果我有钱了 我就能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如果我成功了 我就能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如果我变漂亮了 变帅了 我就能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但是我这位朋友呢 虽然他不富裕 但是他很快乐 大家注意到了 虽然后面接的是一个条件 虽然他不富裕 好像快乐的条件不具备 但是他很快乐 这个结果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这个结果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条件不具备 但是结果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我再给大家几个例子 虽然今天天气不好 可是我还是要去跑步 要去健身 虽然我说法语的时候有口音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用法语 跟我的朋友聊天 条件不具备 但是我还是会做这件事情 虽然我很忙 但是我还是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 虽然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 就是不太善于说话 但是我是真心想和大家交朋友 刚才给大家的例子 都是人们想表达一种观点 一个想法做一件事情 但是条件不具备 可是没关系 虽然什么什么 但是我还是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虽然什么什么 但是什么什么 是一个巨型结构 当然但是也可以替换成可是 虽然什么什么 可是什么什么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 尽管这个词 还是用我的朋友来举例 尽管我的朋友不富裕 但是他还是捐出了他所有的积蓄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请大家注意这两句话 虽然他不富裕 但是他很快乐 和尽管他不富裕 但是他还是捐出了所有的积蓄 这两句话 哪一句的语气更强烈呢 当然是第二个 第二种的情况是比较极端的 他没有多少钱 可是他还是捐出了所有的积蓄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可以说 尽管这个词在语气上 比虽然但是要更强烈 他们的意思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在语气上 尽管这个词会更强烈 我们再来看一看使用的频率 虽然和尽管这两个词 哪一个词在日常的对话中 最常见呢 在日常的对话中 你会发现虽然这个词 你更常听到 也就是它更常见 而尽管相对来说 人们用的比较少 它会通常出现在正式的场合 也就是说 当我们闲聊的时候 只是日常的比较简单的对话 人们会不加思索的 就用虽然什么什么 但是什么什么 但如果现在是一个比较正式的报告 或者我想表达一个比较强烈的观点 我就会仔细选择这里应该用 虽然但是呢 还是要加强语气 表达得更正式一点 尽管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什么什么 虽然很多朋友都劝你不要学中文 但是你还是坚持了下来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 学中文你后悔了吗 你可能会说 尽管很多人劝我不要学中文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在这里你可不可以说 虽然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学中文 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 但是尽管在这里表达的语气 会更强烈 也更正式一些 还记得我们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告诉大家要从四个方面 来对比这两个词吗 第一 这两个词的意思一样吗 对 这两个词的意思 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替换使用的 人们不会做刻意的区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听到有人这么说 你尽管吃 你尽管喝 或者你尽管买 这里只有尽管这一个词 没有尽管什么什么 但是这个句型 你要特别注意 这里当我说 你尽管买 我付钱 是表示 你可以没有任何限制 你随便买 如果我说你尽管吃 如果我说你尽管吃 表示你不用考虑任何事情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尽管喝 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不需要有任何的控制 所以要特别注意 所以要特别注意 你看到的是 尽管但是 还是尽管这一个词 第二 这两个词的语气是一样的吗 这两个词的语气不一样 虽然 但是是比较口语的 但是尽管什么什么 却是一个语气更强烈的表达 第三 虽然和尽管这两个词 它们的巨型结构是一样的吗 其实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结构 虽然 但是 虽然 可是 我也可以说 尽管 但是 尽管 可是 你看 这四句话的巨型结构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 你还会在后半句看到 还是这个词 虽然 它不富裕 但是 它还是很快乐 尽管 它不富裕 但是 它还是很快乐 第四 这两个词使用的频率和场合一样吗 虽然 会更加常用 人们每天都在使用 虽然什么什么 但是 什么什么 虽然什么什么 可是 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巨型 所以这是你要掌握的第一个巨型 其次 它们应用的场合不太一样 尽管这个词 一般用在正式的场合 尤其是当你想要强调你的语气 是比较强烈的时候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